香港港安醫院 司徒拔道直根香港半世紀 一直本著延續基督的醫治大能之使命 為本地市民以至居港外籍人士 提供卓越而貼心的醫療體驗 本院設備先進 醫療團隊專業親切 我們的心臟科 骨科 外科 腫瘤科等 服務深受市民信賴並履獲國際認證 確保醫療服務及病人安全均達至國際水平 一年十一集將為大家介紹各個專科的常見病症 加深大眾對不同疾病的認識 麥醫生 我想請教一下 乳癌其實有多少歲特別要注意呢? 其實乳癌在所有女性甚至男性之中都可以發生 其實年齡上當然跟一般的癌症一樣 我們其實年紀越大當然風險會高些 因為其實細胞都因為老化有突變 各樣環境其他因素加上內在傾向 會容易在年紀大的時候發生 乳癌其實在香港來說 40至59歲的年齡層比較多 集中在這個年齡層上 但當然我們說會不會是其他年紀 年紀輕或年紀很大一定沒事 其實不對的 最小我也見過 也醫過一個十幾歲的乳癌患者 在香港我們也有看到 另外去到八十幾歲 其實也會有乳癌發生 在幻想乳癌風險 其實有甚麼因素會令我們患到呢? 還有有沒有根治檢測的方法? 先說一下有甚麼因素 雖然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特別有甚麼可以做而去預防 但我們發覺我們常常有一些高風險的因素 值得留意 包括一些內在或者一些環境 飲食的生活習慣方面 如果你說說內在本身我們控制不到的因素 與生俱來 當然大家都會留意是否基因影響 其實基因沒錯它有影響 不過它就佔全部乳癌 其實不是很大部分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至十是遺傳性有關 是一個遺傳性基因的傾向 當然我們在年輕的患者會比較多 去跟他看看會不會是 真是他本身有這個基因的變異 如果你說在其他人大部分人的身上 我們看回如果年紀比較年輕有初經 或者比較遲修經 這些是因為賀爾蒙型乳癌的風險會多些 自己控制不到 但是你說幾歲生育 比較早生小朋友 又餵人奶 這些是一些保護因素 因為令到賀爾蒙型的影響大些 另外你說其他因素 包括你又沒有外在去吃一些 比較長時間服飾一些避孕藥 或者可能停經之後服飾一個賀爾蒙補充劑 比較長時間高劑量都有少少增加風險 當然你說餵人奶是保護作用的 這些都是加加賣賣不是單一的風險 但你說其他的因素 剛才說到生活習慣 我們發覺我們問一些乳癌患者 很大部份其實缺乏運動 即是說一個星期不夠三小時 還有我們說肥胖 停經之後肥胖更加重要 都是因為身體的賀爾蒙影響 因為它會在脂肪轉化做賀爾蒙 所以停經後肥胖比較高風險 另外就是說我們香港人很多時生活壓力很大 我們也問回一些癌症患者 發覺大部份人長期處於高度精神壓力 發覺這對於乳癌的風險是偏高的 我們有這麼多因素 原來有乳癌 但坊間亦有很多不同的檢測 我其實怎樣去選擇或運用這些檢測 讓我自己知道究竟我有風險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建議 當然你病害時中醫有徵狀 當然要提早去看醫生做檢測 但你說我都沒有徵狀 我怎樣可以知道 很多時我們都會建議 其實世界上有一些指引 40歲以上 就要一至兩年做一次Mammogram 我們所謂X光造影看乳房 這是做甚麼呢 就是有很多時早期的乳癌 我們是未成形摸不到沒有徵狀 我們希望在它剛剛形成的時候 我們是由一些很細微的蓋化點 或者很細微的陰影找得到 當然希望提早發現它 早些希望可以傳遇 可以將它根治 但要留意因為這個外國人來說 他很多時或者年紀大一點 很少可能脂肪比例比較多 那個乳房造影就已經足夠 但我們發覺在我們亞洲人 或者一些比較年輕的女性 其實因為我們乳腺組織比較密集 如果只是靠乳房造影 有機會有些很細的陰影也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會建議 輔助性質同時間都做超聲波 去看有沒有細微的陰影 當然剛才我們說到 其實二十多三十歲都有機會有乳癌 如果四十歲才做這個視訊 會不會太遲呢 因為根據國際指引 未說到二三十歲 其實我們照照影 沒有一個指引 不過我們發覺我們剛才提到 亞洲人 我們的年輕女性 可以留意每個月 自己去做一個自我檢查 去留意有沒有哪個位置 是很特別和上個月可能有不同 摸到懷疑的硬塊 提早找醫生檢查和做超聲波檢查 做到了 如果真的發現有乳癌的情況 其實現在除了做手術之外 還有甚麼方法可以令病情得到控制呢 首先說回確診 首先第一步當然治療之前有個確診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 就是在超聲波或夾胸造影找到 而我們臨床還未發現 很多時候都很早期 可能零期或一期 其實手術已經可以跟治到它 包括可以選擇保留乳房 如果那個範圍是適合的話 當然如果要做保留乳房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做電療的 至於你說做完之後 還需不需要輔助性質加上化療、標靶 可能荷爾蒙藥 就要看回樓的屬性 因為我們除了看其數去醫治樓 我們現在都有很多檢查 可以在樓上 我們叫做precision medicine 比較精確、精密 去看看裡面究竟樓的屬性是甚麼 有些樓可能對於某些藥是有很大的反應 我們就再用這些輔助性質的治療 令到它減低它復發機會 至於你說如果有些樓的樓的範圍 或者它的意願 令到可能需要全個乳房切除 即是一個全乳房切除 我們有很多時候 是希望做一個即時的重建 都可以考慮在做手術的時候 做一個乳房重建 用自己的身體組織 甚至乎有些選擇 可以用一些外在的一些膠袋 等等的方法可以做到 希望非常多謝你 謝謝 香港港安的婦女健康中心 按照婦女不同人生階段 及健康需要提供一系列婦女健康服務 包括健康諮詢、婦科檢查和診斷、 無創基因產前檢測、母胎醫學、分娩、 預防疾病及婦科癌症服務 中心由負經驗的專科醫生 和護士團隊主理 致力提供優質、體貼及個人化的婦女健康服務 滿足各年齡層婦女的需要 為維持不大的婦女健康 不及其他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